兄弟们,这台车肯定是要烧机油,因为我没见过大众旗下的车它不烧机油的,也有不烧的,但是时候没到,早晚的事。 然后今天呢,出来给车友,就是试一下这台奥迪Q起,这台车呢,已经让福州的车友拿下了,然后整体呢,给它做了一个全车的整备,都整备了什么,就是易损件和油损,六个火花塞,然后空气氯,空调氯,然后机油氯,机油,边桥油,仿冻液,刹车油,助力油,这些易损件跟油损,全部给它整备完了。 然后这台车呢,整体试下来,车况非常的不错,还有一个小问题,解决不了的是什么呢?奥迪SUV的通病全景天窗的异响,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啊,其实之前有一个按一个塑料小卡扣,但是那个吧,也不太好用。 如果视频前的你对奥迪Q起还有Q这样车型,天窗异响解决,有什么好办法,不妨评论区咱们分享一下。 然后这台车换完油水之后,刚才比较忙,我就没拍换的时候的过程,然后现在已经是换完出来做个路试,因为每次一个全车整备之后,它的油液没全循环开,开出来开个50公里左右的话,把它油水全部再循环一下,一会儿到停车场再检查一遍。 如果缺的话,再回修理厂做一个补充,然后这台车呢,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车,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台车。 然后又到修理厂,一会儿到停车场,一会儿到停车场,然后给你们再拍一下这台车,停下来,一会儿见。 现在到了停车场,然后停下来,给这台车简单又检查了一遍油水,主要是看这台车整杯之后,油水还缺不缺,因为你就像防冻液,它循环之后,它一般都是会缺的。 刚才看了一下防冻液,缺了一点,大概缺了半升左右,一会儿回去修理厂,还要进行给它做一个补充。 然后其他方面呢,机油这台车,如果验证烧的话,起码要行驶个3000到5000公里,才能看这台车到底烧不烧机油。 但是奥迪来讲的话,我跟你们说,兄弟们,这台车肯定是要烧机油,因为我没见过大众旗下的车,它不烧机油的,也有不烧的。 但是时候没到,早晚的事儿,然后像助力油啊,刹车油啊,这些油水都没有问题现在。 然后之前我给你们拍过这台车,拍过一起,这台车整体车框非常不错,只有三处喷漆,除了前后保管杆,塑料价,铁皮价呢,就这个翼子板。 然后这个主驾驶门稍微有一点腻子,有一点腻子,然后这个左后门,就是这三架喷漆,全车没有换价。 是一个原版的车框,车框也非常不错。 然后明天身份证到了之后,就要去给车友过户了。 然后这台车发动记号在哪个位置呢?发动记号,这是我手指的这里头啊,这里头不是那么太好拓。 就这个手指这里头,车辆过户的时候需要进行拓映发动记号。 拓映下来样子是长什么样呢?给你们看一下。 这个就是拓映下来的发动记号。 过户的时候要有发动记号,还有车架号,这台车的车架号在后备箱,在后备箱那个工具盖打开之后,打开之后旁边有一个工具,海绵的工具支架,把那支架拿下来就在那个后备箱里边。 这台车的车架号,然后这台车整体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况,现在表显6万9千公里,但是时速呢,这台车已经跑了不到12万公里,这么个样子。 怎么读取变速箱里程呢?这需要一个专业的电脑设备来进行检测,才能读取出来一般的修理厂,它不会有这样的工具。 因为我们为了做二手车和回修车辆,特意花了1.6W买了一个道通919那个电脑,所以说,干这行不容易,设备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,对吧? 再好的师傅没有好的工具,它也施展不开,是不是这么个道理? 这台车现在基本上已经完事了,现在回修理厂,补一下油水,基本上整个的整备过程就完全OK了。 然后明天呢,收到身份证,就是客户的身份证之后,办理提挡手续,然后明天下午直接就发物流了。 然后这台车,我给大家讲一讲吧,这么一个老Q7啊,其实这台车虽然现在外观和内饰已经非常老了,但是这台车底子非常好。 也难怪大众集团将这台车的这个平台啊,衍生出来很多车型。 你就像当时的宝尔街卡燕,涂瑞,包括这台Q7,他们三个都是出自一个平台。 但是这三台车呢,每一个车开起来,它行驶质感也完全不同。 你就像Q7,在这三星D里边是最舒服的开着,然后也是乘坐感非常好的,底盘调节也偏软一些。 然后涂瑞呢,就比较中庸,没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,但也是一台好车。 但涂瑞吧,较好不较做,销量没有Q7和宝尔街卡燕那么高。 卡燕咱就不说了,是吧? 在大众旗下,最运动的SUV,它整体底盘调校就比较硬,要比Q7和涂瑞要硬很多。 然后话说回来,这台Q7的话,副驾驶是最舒服的,副驾驶做起来的感觉非常的好。 对比一下库鲁哲吧,各有千秋,我也比较喜欢做库鲁哲的副驾驶,俗称的领导位。 然后,Q7呢,副驾驶,我给它取一个外号叫老板位了。 一个领导位,一个老板位,你们可以自己慢慢评一下这里边的含义是什么。 然后,这台车,满满灯灯的准备好,是吧? 明天过往户,发物流,按安全全的交到车友手里,就全部结束了。 然后,在这儿我想说什么呢? 很多就是车友,或者是粉丝们,问我,一台车能赚多少? 其实我就这么跟你说,一台车,大概有一个5%到7%的利润是正常的,就是以按车价来讲的话,就比较合理的。 然后,有时候也有可能会低一点,2%到3%,有时候也会有高的时候,10%以上。 但是,那样情况,只能是,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简陋,是吧? 在我们这个北方地区,我们同行和同行之间交流的话,拿车也很好拿,你就喝顿酒,是吧? 满满灯灯的,大家一高兴,是吧? 我跟大哥要台车,很容易,人情世故,就是这么来的。 大哥给我一台车,我搭了他一个人,请下回我要有什么他喜欢的事的时候,我再给他一台车。 我们同行之间就是这么简单的交流,可能每个地方做生意都有一个地方的风格,北方就这样,非常的豪爽,非常的直性,差不多就行,只要是咱俩出的来,聊得好,是吧? 你在我这儿安排一台车,咱俩就是可以出成朋友,很多就是车友在我这儿拿车,是吧?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往往就是聊的性情了,就那么安排一台,然后聊性情了呢? 我告诉你,我挣了你多少,你要觉得你合理能接受,那你就拿,你要觉得我挣的多了,你闲乎我黑,那你就别拿是吧? 往往就是在我这儿拿完之后,我们基本都畜生朋友了,我这人没有什么藏心眼的,不能说我这人没心眼,但是我一般不愿藏心眼,有些时候,我不愿忽悠人,忽悠出去的东西,是吧? 我隐瞒你什么了,这个窗户子早晚会被捅破,没有只包住的火,你们可以评一下,是吧? 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,该正的正,不该正的不正,我拿我的本事正,是吧? 我只要不媚的良性,就完全OK了,多一点正能量,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,没有那些,而与我这儿,活得也比较自然,比较轻松 天天忽忽悠悠的太累了,也没朋友,你们觉得,对不对? 好了,这期我就不感慨了,就给你们分享一下,这台Q7,也住这位车友啊,这位车友,属实是有点磨叽啊,不是我说你,你肯定能看到这期视频 基本上,从2月9号到现在,每天我得陪你唠两个小时,真是大哥的 等我去了福建,必须得吃你的,喝你的,让你满满灯灯的,让我,给我安排一回,好不好? 好了,这期的老高牛耳射就到这,我是八戒,如果喜欢我,给我点个关注,再给我点个赞,拜拜,下期不见不散